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世界奇妙物语,幸福眼镜》 梁泰是个单身汉,这天她和自己的两个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没想到两个人仗着自己结了婚,联合起来嘲讽她 说她的每天看蝶的单身生活非常的环保 这让梁泰这顿饭吃得异常憋屈,回到家后还因此喝了不少酒 本来乐天派的她竟然也开始担心自己真的会孤独终老 于是她打开了相亲网站,输入了一大堆要求 可爱,年纪比我小,气凉大,会做饭,干净整洁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跑题了,注册完成后她再次陷入了焦虑 万一没有一个能配对成功的,这可能会成为她一辈子的阴影 但消息很快就得到了反馈 有好几个新款体盘的妹子向她发来了约会邀请 但很明显都不是梁泰喜欢的类型 终于她在底下发现了一个比我还可爱的妹子 同意了她的约会邀请,随后便开始准备约会地点 正当她苦恼的时候,一个不知名的快递送上门来了 是一副幸福眼镜 没想到戴上后,耳边居然出现了一个甜美的女生 她震惊地发现这个声音是从眼镜传来的 在告知完眼镜自己的名字后,她自动进行了设置 梁泰便戴着眼镜前往约会地点 眼镜竟然可以准确地估算出所需要的时间和燃烧的卡路里 在和约会对象三浦见面后,难题来了,到底要去哪里约会 没想到眼镜居然找出了三浦的社交账号 选择了一个她最喜欢的画展 三浦非常的开心 在画展上,梁泰也是利用眼镜装逼成功 甚至都可以看到三浦眼里冒出来的星星了 到了晚餐时间,梁泰更是一副自身红酒专家的骑士 还在现场为一个客人做了心肺复苏 此刻三浦对待的好感知已经快要爆棚了 回家的路上,三浦竟然主动表白 此后他们的感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梁泰依靠眼镜,在工作上也有非常出色的业绩 甚至被提拔成了分店长 在眼镜的帮助下,她买了车买了房 这天她下定决心要和三浦求婚 正当话说出去第一句,眼镜提示没电了 这让梁泰一下子慌了神 急忙将眼镜放到楼上去充电 自己则说要去给三浦买甜点 虽然她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吃 但梁泰还自己匆匆的出了门 当她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坐在桌子前的三浦 戴起了眼镜,准备继续自己的求婚 没想到三浦竟然接触了她的求婚词 原来在她出去买甜品的时候 三浦发现了眼镜的端倪 看到了里面的求婚词 此刻她愤怒地致问梁泰 之前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在眼镜的提示下她在做的 梁泰只好承认,并一脚踩碎了眼镜 三浦哭着离开了 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她忍不住想打电话给梁泰 没想到梁泰主动找上门来 向她道歉 说自己以后一定会用自己的双眼去看她 不会再依赖眼镜 还拿出了戒指向她求婚 三浦开心地答应了 然而她不知道梁泰这次戴的是隐形眼镜 在他们闹翻的那天晚上 梁泰踩碎眼镜的同时 预定了一款新型的隐形眼镜 同样可以使用相关的所有功能 画面一转 新闻眼镜的发布会上 发言者正在宣传隐形眼镜带来的惊奇效益 用户如何选择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优导客户去选择 所有的使用者今年的消费额都比上一年增长了五倍之多 接下来他们的合作伙伴就是东京酒店 眼镜已经为梁泰推荐了东京酒店作为婚礼现场 三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也不知道这样的幸福会持续多久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做最真实的自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